大家好,我是税后收入研究员 今天来分享一下中银香港的开户攻略 和我个人开户的一些经历 那本期视频主要有这么几块内容 第一,中银香港的相关介绍 第二,开户需要的资料 第三,在大陆如何提前预约 第四,最后就是我办卡的个人经历 当然,我还开了一个电报群 方便大家交流 我也会在群里给大家一些建议 群我放在了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如果你想去香港开户办卡 尤其是大陆的小伙伴 一定要看一下我这期视频 香港办卡攻略这期视频 完全没必要去找中介 自己就可以去开户 攻略里边内容非常详细 包括你如何安排你自己的行程 去哪些王点人少,避坑 提前多少天预约 去香港应该注意什么避免罚款 再什么,开户准备什么资料 还有开户需要和客户沟通时 需要哪些技巧 这个和客户经理沟通 直接决定了你能否开户 所以强烈推荐大家看一下 OK,回到主题 中英香港是香港的第二大银行 也是三大发烧行之一 虽然排名第二,但是我在地图上搜 我感觉中英香港的王点要比汇丰的多 而且知名度高 实力的话肯定不用多说了 中资背景,使用起来也比较放心 那中英香港有哪些优势呢 第一个,清明 开户没有开卡费 没有最低存款要求 可能极少数分行在开卡时需要存款 第二,多币种账户 目前支持16种国际主流货币 第三,收付外汇没有限制 就是香港个人账户收外币是没有限制的 境内人士的话是有一人一年 不能超过5万美金额度的外汇限制 第四个,境外投资比较方便 比如说境外投资地产 海外移民 海外旅游 海外留学 购买个人保险理财产品 或者购买港股,美股 第五个 如果你有国内中国银行的卡 和中英香港转账是免费的 免所有的费用 这也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 简单来说 它是其他银行的一个开端 国内中国银行转账到中英香港是免费的 然后香港和香港银行之间 转账也是不收手续费的 那你就可以通过中英香港转账到香港汇丰 这样也是免费的 那钱到了香港汇丰的话 就代表着可以自由的到全球了 第六个 它的APP据说是国内最好用的香港APP 非常符合内地人的使用习惯 而且它支持绑定内地的微信钱包 支持在内地消费 那中英香港就介绍到这里吧 接下来是开户要准备的资料 其实你去香港办理汇丰 招商永龙 开户要准备的资料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那我在香港办卡攻略那期视频 讲的也很详细了 这里呢就简单的再过一下吧 第一个就是身份证 港澳通行证 这两个证件的有效期要大于六个月 第二个通管小票 你入境香港的时候 机器会自动给你的 这个千万别丢 开户会用到 第三个地址证明 如果你的身份证上的地址是住宅地址 那就不需要准备地址证明了 但是你的身份证上的地址 和你的住宅地址不是一个地址 那就需要提供地址证明了 这个地址证明 一般用的就是信用卡的账单 海外一般对信用卡这块比较看重 最好去线下的银行跑一趟 线下银行打印的流水会有银行的实际公章 而且要注意一定是要三个月以内的账单 或者水电煤气这些账单也都是可以的 只要上面提供有你的地址和姓名 记得让对应的单位给盖上公章 地址这块一定要准备好 开户被拒的两大理由之一就是地址证明不合格 下一个就是资产证明和职务证明 其实都差不多 那整个面团的底层逻辑呢 就是了解你是否有稳定的收入和投资经验 你有银行的存款条 就复制一下银行的存款条 或者让客户经理看到你手机银行的存款 如果是工资流水 建议去银行线下打印 手机银行APP导出的投资记录 你券上账户上买卖股票的记录 或者支付宝和银行APP上买卖的基金的记录 都是可以的 简单来说就是灵活一点 你有什么就准备什么 什么对你有利 你就准备什么 那我在香港办卡攻略那期视频 讲的更详细 同时呢最好带点现金 有些分行开户完成以后 可能要求你在现场存点钱进去 所以最好是背着点现金 这里还有几点是需要强调一下的 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你要提供的资料一定是真实准确的 第二一定要提前预约 现在办卡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而且要提前八天来预约 稍后我会给大家演示如何预约 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要提前八天来预约了 第三个提前下载好中营香港的客户端和BOCP 这个是开户的时候 这个是开户的时候需要用到的 第四个和客户经理沟通的理由和技巧 这个我整理的资料太多了 而且呢我在香港办卡攻略那期也讲了很详细了 那些推荐和不推荐的理由 我也有讲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现在我们来介绍开户的第一步 这一步呢是你要在大陆提前就要完成预约 这个预约的网址呢 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如果你没有预约 直接到香港walk in 那样办理是非常 是很难下卡的 除非你在香港比较偏僻一点的网店 人也不多的情况下 客户经理会有概率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给你开户 您的证件种类这里选择中国公民身份证 账户类型选择一般账户 然后打上对勾 点击继续 在这里呢 按要求填写 姓名 你的电话 国家这里可以选择中国 可以使用你大陆的 加86的手机号 这里去香港之前 一定要给自己的运营商打电话确认一下 你的手机是否开通了国际通信 加86的手机 默认是关闭了国际通信的 你到香港开户 是要接收验证码的 我在我香港办卡攻略那期视频 也做了详细的说明 然后电邮地址就是你的邮箱 也是必填的 然后预约的方式呢 这里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先选择分行 然后看分行近七天内有什么时间 然后预约 第二种呢 就是先预约时间 然后看看哪些分行 可以预约 如果你看了我香港办卡攻略那期视频 你已经把行程规划好 你已经指定了 我要在某一家分行的某个时间去开户 那就选择第一种 而且大家一定要提前七到八天来预约 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 我先给大家演示第二种预约方式 选择日期 大家看一下这个时间 就是他只能预约从第二天开始的一周内 那今天是2014年1月17号 那你只能预约第二天开始的一周 还不包括周日休息日 后边的第八天是无法预约的 就是所有人预约都只能预约在这七天内 所以预约是很激烈的 他不像汇丰可以提前30个营业日就可以预约服务 那因为预约的人非常多 大家看一下时间 我的预约计划是25号 那么今天17号就必须预约了 到明天预约 25号估计就没有什么网点可以预约了 那因为我想预约 呃 订了个闹钟 半夜12点起来预约的 预约到25号早上9点 我建议大家学习我 订个闹钟 选择第一种方式 预约自己指定的网点和心仪的时间 我的计划是早上早点去 8点半就到那里排队 然后早点拿号早点办理 因为下午1点钟 我还预约了招商永龙全弯分行的开户 中英香港的办卡的人非常多 如果大家无法向我 我这样去卡时间去预约心仪的网点 那就只能选择第二种了 先预定日期和时间 然后选择网点 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先任意选择一个日期 然后它这里是可以看地图的 然后再确定你第二家分行的选择 你的预约提交以后 不到一分钟 就会给你发一封邮件 大家看一下这封邮件的时间 2014年1月17号 单页的12点03分给我发的 邮件的内容需要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一条非常重要啊 注意事项第一条 要到达指定分行时 需提供有关预约编号作为验证 注意事项第一条 后边的 于时超过15分钟 将要取票 轮后或者重新预约 你比如我预约的时间是早上9点钟 那9点15不到 那我可能就需要重新预约了 而且中移香港开户的人那么多 所以建议大家规划好时间 提前到中移香港的网点 预约当天您需要 带以下的证本 就是港澳通讯证 还有身份证 这个有效期必须满6个月 第二个 职业状况 包括工作岗位 还有每个月的收入 账户用途 开户的原因 还要带住址证明 那这些资料的内容呢 我在我香港攻略 那期视频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了 大家一定要去看看我那期视频 当时我预约的是早上9点 然后我去办卡的时候很早 很早就到了 8点就到了 基本上没有人 然后我就先去逛了逛711 想去购买ClubSIM的香港电话卡 然后8点半等到9点 开门第一个进去 过程是这样的啊 首先接待我的是一个女的 就是类似于一个咱们银行的大堂经理 她引导我到客户经理那边开户 我当时和她沟通的时候 她问我需要什么帮助 我说我预约的开户 然后我说 阿姐 我是带着陈毅来的啊 我飞了1000多公里 特地预约的咱们分行 因为我香港和深圳的朋友 都说咱们这服务特别好 口碑很好 指定我来咱们这开户 她听完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 那话都说到这里了 你还能拒绝给我开户啊 然后她引导我到客户经理那边开户 本来就是啊 大早上你一上班 然后就接到了客户的肯定 那她最少也不会有一个差的心情吧 她引导我到客户经理这边 客户经理是一个年轻的大帅哥 客户经理接下来问我有没有预约 我说有 然后我给她看了我预约的邮件 没问题 接下来 接下来她没有问我开户的理由 直接看着证明 身份证港澳通行证过关小票 客户端提前下载好 然后直接开始注册客户端贴写资料 中间我又把刚才工尾的话 又说给了客户经理 那话题就这样打开了吗 然后天南地北的聊了很多 聊了聊那天特别乐 然后在香港穿羽绒服的日子 可这么多不都见 然后聊了聊环境 我说 我说我家三溪产霉的 空气肯定没有这里清晰 然后又聊到了开户的理由 我的回答就是 投资外币资产 投资港股和美股 我说 国内的经济下滑的很明显 就想来香港市场看一看 香港毕竟是金融中心嘛 在这里 从我香港办理这四个银行的经验就是 不管你办理哪个银行的开户 就是想办法把话题打开 就是不要让他感觉到 在给你开户的过程中是工作 而是闲聊 他轻松你也轻松 整个过程就会很丝滑 当然了 这里也不要难为 就算你打不开话题也没事 他也会给你开户的 我去汇丰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女生给我开户的 基本上没有聊别的话题 而且他说话不冷不淡的 感觉没什么心情 那我也没有聊别的话题 也给我办理了 这有点扯远了哈 然后就是当场拿到了中银香港的卡 接下来那个阿姐又引导我到ATM去存了钱 我当时存了两千 就激活了整个账户 然后临别的时候 我还和他们说 我说你们的服务特别好 我会推荐我朋友来咱们行开户的 然后那个阿姐就又笑了 最后就是友好的告别了 整个过程50分钟 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 因为你全程就没有压力 就是和他们在聊天 很顺畅 很丝滑的 那在这里的话 我真的非常推荐我办理的这个分行 中银香港 齐德尊新村分行 大家可以到香港的西九龙 然后不要出高铁站 直接可以步行到科室店港昂铁站 十分钟就可以到全湾西了 从全湾西地铁A口出来 步行50米就到了 他们的服务非常好 人也很好 我是强烈推荐的 而且全湾这里也有汇丰和赵商永龙 步行也很近 那我的经验就是 办卡一般需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期间的话你们肯定会对话 所以沟通这块很重要 就是少说避免出错 但是你也不可以不聊 你可以聊一些家常啊 或者来港的一些感受啊 多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 最好是正能量一点的 积极一点的 然后最后就是欢迎大家进我的香港银行开户交流群 OK 中银香港的开户就分享这么多 下一期是汇丰银行的开户过程分享 感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中银行的开户就发了 我给你帮忙的一个小时 i不可以不可以的 我可以帮忙的 我可以帮忙的 我可以帮忙的